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Parker的节目《思心推介》 大家一定要赞、分享和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如果有问题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要推介的东西就是我旁边的这位晚林 阿橙 Hello,大家好 手上这一支Popular 大家如果有留意我们的频道 我们上次已经拍了一条关于这支智能吉他Popular的资料 我们今天特别请了橙上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想听一些不同类型的吉他手 对这支吉他的一些感觉 那阿橙,你介不介意分享一下你学了多久的吉他? 我学了大约一年吉他左右 嗯 那我们今天就会邀请了阿橙 用他苦练一年吉他技术去试试弹这支Popular 看看有什么感觉 开一会儿吧 一会儿吧 我们那时候见到美国 有什么感觉 都喝不 tea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感觉 都喝不变得 有什么感觉 非常感觉 这支某责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橙,我們回來了 剛才看到你在Apps拿了76分 你自己覺得如何? 我覺得這個成績也不錯 不如你也可以介紹一下彈這支POPPELTA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支吉他也有幾個好處 剛剛玩這支吉他的時候也發現它有燈光 其實按Clock的時候也可以跟著燈光去練習 我覺得練Clock也挺有幫助 還有剛剛去玩這個遊戲 玩Perfect這首歌的時候 都有一些拍子聲去玩 其實都可以練到那個拍子感 我自己覺得這支吉他的外形其實也不錯 這個尺寸是36吋 其實就很適合拿出街 或者是夜餐的時候去彈一彈 我自己覺得這支吉他的手感也是非常不錯 聲音也不錯 我覺得無論是新秀 或者是玩了吉他一段時間的朋友 其實這支吉他我自己也挺推薦的 可以去試一試 大家都看到阿橙今天玩一支POPPELTA有幾多功能 包括剛才他玩的歌 其實還有很多的 包括一些TUNER 裡面有內置的拍子機 甚至每天的練習 彭革姐的練習 都是很豐富的內容 我們今天還有一次很感謝阿橙 上來我們這個節目 說我們試彈自己的POPPELTA 希望我們接下來可以邀請多些 不同的嘉賓觀眾學生 上來一起玩一下我們的樂器 離開之前記得 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有問題 或者是有查詢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都會為你逐一解答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一起去跟觀眾玩 拜拜 拜拜